我非常富有 我不需要任何人的錢 很不錯 我真的富有 曾在第一次參選總統時 就不斷喊出自己很有錢的川普 更說他是有史以來最成功的候選人 全是因為他靠自己白手起家 但川普的有錢人設 現在卻被一一打臉 川普被捕捉了15萬元 這本名為幸運失敗者的書中 川普被爆出 他的財富總計超過10億美元 除了曾向父親借錢挽救事業 更繼承約4億美元的家產 另外還靠各種代言和客串演出獲利 換句話說 川普根本不是靠自己才變這麼有錢 他沒有把錢賺錢 他父親把他賺錢賺了15萬元 把他父親賺了很多錢 川普一向對自己的財富來源十分保密 但在打造川普大樓時 相當燒錢 根本無法支付營建費 只好轉向和父親借錢 多年後又另建川普廣場飯店 可想而知再度虧錢 至於周轉的1500萬美元 川普更是從沒還過 我說爸爸我必須去曼哈頓 我必須建造那些大建築 川普從政以來不斷對外宣稱 自己是白手起家 卻被爆出投資什麼就虧什麼 更像父親借了一筆無法償還的巨額貸款 川普的有錢說如今被打臉 不僅是靠父爸爸成為有錢人 白手起家成為一彎富翁的經典神話 也跟著碰面 在內新聞 情報道